完成了 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是我第一次做西班牙海鮮燉飯 沒想到這樣大成功 相信大家現在防疫已經有一點悶了吧 家裡的貓主子可能也不太樂意你天天在家了 好辣好辣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要帶大家去屋頂露營 後面呢就是我全部的露營家當 然後等一下呢我們就要去屋頂上來一個露營趴 好久沒有拿出來的裝備 歐仔當然要好好檢查一番 看看農仔有沒有望東望西 但他這邊看看那邊聞聞 都還沒有檢查完就先大啃貓草 是不是知道我要出門了 他準備等一下自己在家裡面鏘起來 我們要去家裡山露營區了 大包小包搬上頂樓 來回好幾趟也是蠻累的 突然覺得好像應該要在家裡缺冷氣才對 但每一次露營都像在搬家 這可能才叫露營吧 好涼喔 屋頂還是蠻涼的 已經滿頭大汗了好熱 接著就來到快速組裝的環節 其實這次的道具還算偷懶了 我們沒有帶天幕帳篷上來 但感覺下次要準備一下 不然太久沒有用 怕之後會忘記怎麼搭 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呢我們覺得太無聊了 就想要自己訂製一些這個錄影的工具 然後這個木層架是阿元的爸爸來訂製的 超精緻 而且他的組裝也很簡單 只要先這樣子 插進去 然後這個這樣子 好 這就是一個基本的雛形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 然後就可以放很多有的沒有的 有一個收納層架真的太方便了 把要用的器具擺好就不會亂糟糟 旁邊披上波西米亞風的毯子 原本很無聊的頂樓 感覺好像有變漂亮一點齁 我也慢慢收拾 心情越來越開心放鬆 好想念這種錄影給人忙碌的充實感 遠方還有山的陪伴 好想念這個 等一下我們要吃海鮮燉飯 然後就我很喜歡在家裡先把材料都準備好 這樣是不是超漂亮的 感覺好像什麼那個上菜小妹喔 可以 在家露營的好處就是可以先舒服的在廚房好好切菜備料 其實以前去露營我也不喜歡在戶外切菜 覺得桌子太低總會切到腰酸背痛 有人也跟我一樣嗎 這次我要煮海鮮燉飯 紅黃甜椒洋蔥番茄切丁後 接著再用雞骨小火熬出高湯 這段時間相信做菜這件事情都療癒了我們的心 但在戶外做菜的感覺還是更自由自在的 把洋蔥番茄炒出香味後接著盛出來 換中火煸香蝦頭 記得要慢慢按壓把蝦膏擠出來才會香 但實在太噴油了我趕緊閃一邊去 接著就把所有料放回鍋內並加入高湯熬煮 對沙災炒出香味 質料可以售臭 吸醉了 份量不容易 變成小火熬 吸醉了 我會不會得到 吸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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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海鮮5分熟时就先捞出来避免过老 这时偷尝一下高汤 完全没有加盐巴 但汤已经超鲜美了 就是煮那个海鲜炖饭啊 真的很需要耐心 然后我们这次也买了白酒 加在里面感觉等一下那个高汤就会超好喝的 在道路百米 真心建议大家米可以多放一点 因为这个高汤真的太赞 然后一样焖煮大概10分钟左右 接下来就等它煮滚就可以了 还是有一点累 露营都是这样所以我决定要来喝一杯 反正就是露营 每次不是就是一直大喝酒吗 好久没有喝白酒了 干杯 蛮好喝的 慢慢等饭好的过程 我们一起看看书看看照片聊着天 抬头一看 嗯 即便我们在城市 天空感觉还是很棒呢 好久没有这样子看到广阔又干净的天 虽然现在不能远行 但眼前有这样的风景也是很幸福的事 疫情关系我们只能在家里露营 但解风后你会想要去哪里露营呢 或是去哪里玩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这时海鲜炖饭也做好了 几点柠檬汁撒上葱花 根本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嘛 完成了 哇看起来超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做西班牙海鲜蒸饭 而且这个锅子里面料好多 所以很重 酷不及待要来吃了 耶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而且它里面就是 那个米都吸收那个高汤的精华 然后下面呢就有点比较焦焦了 但是其实焦焦的也不会滚 就很好吃 好吃吗 嗯 那个柠檬你要几个 其实每次露营吃饭的时间都超开心的 因为忙了一天的饭都最好吃 这个海鲜炖饭不难做 只是屋顶风比较大要煮比较久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做看喔 那其实底下舅舅这个地方也很好吃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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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这样从下午一路做到晚上 凉爽的风跟大口呼吸的自由 是久违的享受 虽然今年是个无法远游的夏天 但换个方式不无聊 好好安顿身心 也能感受自己生活的当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